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举办的外交小肩兵选拔活动 今年迈入第13年 累计超过7000人参与交流 为了传承经验 外交部12号特别举办外交小肩兵回娘家活动 包括现任媒体主播李婉如等多位小肩兵学长姐 都到场分享参与外交事务历练 场面热闹文心 外交小肩兵今年已经是第13届 那么过去12年 外交小肩兵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新世代青年英语的能力 希望同学能够启发他对外交事务的兴趣跟热情 那么也希望培养我国青年的国际观 施亚平表示 外交小肩兵顾名思义 就是开放年轻学子接触国际事务的机会 此外一年一度的外交小肩兵英语种子队选拔活动 也自即日起开跑 盼借此提升新世代青年的英语能力 国际视野以及对政府外交实证的认识 并提供高中职武专学生等互相观摩英语学习成果的机会 今年我们把外交小肩兵的主题定为 放眼世界逐梦踏实 拓展现代青年的国际观 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主题 能够培养每一位青年成为全方位 具有国际视野的外交小肩兵 为求创新求变 外交部今年也搭配开办小肩兵主题网站 粉丝网页等扩大广宣 并办理创意logo甄选 小肩兵甄文等多项活动 施耀平也颁赠小肩兵专属徽章给力竭代表 象征将外交学习的种子持续传承下去